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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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學 在這個部分當中我們要介紹 經格的架構方式來實現一個濾波器 那我想這種架構 在一般比較實用上的設計方式會比較常用 但是也許在數學式子或是一些觀念上 可能同學要做一個釐清 來瞭解說 為什麼它可以來實現一個濾波器 那內容是什麼 我們來看下去吧 在這個FIR 我們之前介紹過 它FIR基本上是這樣的數學式子 代表它的輸出 就是它的輸入 那這代表FIR的係數 那我們可以把它轉成Z轉換 可以看到說它整個系統 它的Z轉換是長成這樣 我們定義成 A M of Z 那這邊M是代表它的結束 代表它的結束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說 這個 A of Z 基本上 從這四值看過來 它就是怎麼樣 1加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做Z轉換 我們來看它整個系統 基本上是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這邊 Alpha M0 等於1 是因為它第一項嘛 我們為了它這個 數學的方便性 好 我們都把它正規化成1 為了數學的方便性 它這邊 特別做說明 接下來 我們FIR 我們要把金格設計的基本的想法 我想是說 我們從最簡單的1階的FIR設計來看 那我們知道1階的FIR 就是Y of N 等於 X of N 加上一個系數 加上一個過去時間的Delay 好 這只有一階很簡單 好 那 是否 可以用另外一種金格的架構 叫Lattice的架構來表示 這樣的一個輸出呢 好 那所謂金格的方式 好 就是用這樣子的架構 就是說我的輸入 透過一個這樣金格的方式 得到兩條路 那這邊它的輸出 我們定義的層是上面這條路 叫做輸出 好 所以F1就是等於Y 好 那下面這一條 各同學先不用 先不用管 我們只要管說 它這個輸入 有兩條路走 它中間架構就是長這樣 最後上面架構的輸出 就是我們的Y 好 來表示這個一階的FIR 那是否可以透過這樣的金格架構 來實現這個輸出呢 好 我們來看數學怎麼表示 也就是說 我們的上面這條路 它的輸出 透過剛才的圖形上架構 我們知道F1 就等於F0加這個東西 好 下面一條路 G1就等於這個數學式子 好 那這邊來看到 如果把這個數學式子 那等於原本的一階的FIR 也代表就是代表 S等於K1加上S N-1 也就是說 整個金格架構 它的K1 就是我們講的α1 E 好 這一階的FIR 其實還蠻簡單的 好 我們這F1跟G1 就直接由上面那個圖 我們來直接寫出這樣的式子 然後把這式子展開之後 因為這就是S 這就是S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 撐完之後變這個 那我們知道 一階的FIR是S 我們加上這個係數 乘上S 一看知道就是說 我們K1就等於α1 好 所以可以直接來看 好 這個圖 我們來看 我們這個輸出 基本上就是一階的嘛 好 一階 所以F0就是基本上就是SN G0 就是也是SN 把它帶進去之後 就可以得到我的 Y Y 就是F1 就是等於我一階的FIR 好 這是一階的 我想比較簡單 那我們接下來會看 二階的 那這邊看到這個K 就是我們在金隔架構 金隔架構當中所看到的係數 我們叫做反射係數 好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二階 二階怎麼實現呢 就是把兩個金隔 都在一起 就變二階 所以你要做三階 就是都三個金隔 都四階 就是都四個 變得比較簡單 而且每一階跟每一階 都互相獨立的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金隔架構 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 那我們先來看二階的架構 那我們知道一個二階架構 就是可以直接寫成 這樣的數字的式子 所以它這邊有兩個係數 分別乘上它過去的輸入的延遲 過去的輸入 好 那是否可以用金隔架構來表示 所謂金隔架構是用兩階 一階 兩階 可以切一半 這是一階 兩階 這邊切一半 這兩階 那一樣輸入 有兩條路 那照這樣的架構 是否可以寫出一個數學式子 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用這個架構 直接同樣照上面的做法 寫出一個數學式子 那記住 這邊金隔架構的上面這條路 就是我們的輸出Y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輸出 怎麼算呢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列出這數學式子 好 F1 是可以這樣表示 F2 是用F1去計算 用G1計算 然後這邊的F1 用這邊F1 帶進來 這邊的G1 就是由這邊的G1 帶進來 所以可以這樣推導出來 可以推導出後面的式子出來 有沒有看到 可以這樣自換進來 一旦自換進來之後 我們發現說我們的F2 等於這個東西 就可以用F0跟G0表示 再帶進來之後 我們發現到最後答案 怎麼樣 我們的F2 就是我們的Y of N 是等到這個東西 這東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需要用金格的方式來表現一個FIR系統的形態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邊 原本FIR是什麼 這邊是 α2 1 因為是二階的嘛 所以這邊的係數就代表 α2 1 這個係數代表什麼 α2 2 所以一比較起來 我們發現到說 金格架構 它的係數跟我們FIR的係數有什麼關係呢 金格架構的這個reflection coefficient 跟我們的FIR的係數 關係是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 用金格架構來設計 只要係數是這樣轉換 我們就可以用金格架構來設計 我們一個FIR的濾波器 好 所以 FIR的α值 可以用金格架構的反射係數來表示 所以這個東西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人家幾階的FIR 我們都可以用金格的Lattice結構來實現 好 那我們來看 下面一條路 我們來看金格架構 上面條數是F2 下面條路是G2 對不對 我們一樣做一樣的公式來推倒 我們最後得到一個結構 是什麼 最後的式子怎麼樣 發現到說 G2最後的式子怎麼樣 這些係數怎麼樣 這些係數 這邊是1嘛 對不對 跟怎麼樣 F2的係數剛好相反 F2的係數從這邊是1 第二個是這個 第三個是K2 但是它剛好相反 順序顛倒 好 那這東西等一下會介紹到 為什麼它會有用 所以我們這邊先發現到一個現象 它的係數 G2的係數 會是跟F2的係數 剛好相反 好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金格架構 我們可以把怎樣 第一個 金格 第二個金格 第三個金格 串好幾個金格 一直串下去 每個金格 它的架構就長這樣 這是它的數位通識 這邊是它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所以每個金格都是用這樣的架構去實現 然後這樣 如果是MJ的金格 就可以怎麼樣 實現一個MJ的FIR濾波器 記住這邊的輸入怎麼樣 剛好 同時輸入F0跟G0 然後最後我們系統的輸出 就是這個輸出 好 就是我們的F 就是我們的Y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介紹如何以金格的方式 來實現一個FIR濾波器 那我想 我們這個part當中 介紹一個基本的轉換 例如說我們如何用金格的方式 來實現一個FIR濾波器 它的係數如何轉換 然後在接下去的part當中 我們會做更進一步的介紹 例如說我們還有IIR的方式 如何同樣用金格的方式來設計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下去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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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